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都聽過嘉賓的消費習慣 這一節我們就會了解一下香港人的消費行為 洪博士也想問一下 之前消委會做了一個關於香港可持續消費的研究 研究有什麼重要的發現呢? 有幾樣東西發現 我們一些容易的事情都會做 關於持續消費 例如舉個例子 如果不在房間裡會關燈 用一些智能的燈泡 把衣服一起洗 可能媽媽要我們這樣做也不一定 至於說減少用冷氣 老人家年長的人都會用 多一點都會實行這個行為 年輕人大部分都不肯 另外年輕人大部分都不肯 就是不會吃剩的東西打包回去 那這個呢 老人家或者年長都會走的 那我不知道可能是覺得尷尬 對呀 老土之類的 那這裏是我們特別的發現 即是說雖然可能 應該就是年輕人 應該環保的意識高一些 認識環保的高一些 但是付諸行動 如果跟生活的習慣有所衝突 可能取捨就不是這樣 這也是關乎態度的問題 那根據這個報告 那為什麼香港人在可持續消費方面 那個認知程度和支持行為 的落差會這麼大呢 我們就會覺得就是可能有一個原因 就是大家的資訊不足夠 就是對於產品的資訊 那其實我們都 消費者委員會都希望做多些功夫 在這部未來的工作 那譬如好像 WWF都做了很多 特別在海鮮 持續海鮮方面 我覺得他們比我們做得更好 那這方面我們其實都應該 在他們幫忙學習 那在這方面就使得香港很快 就可以改變了一些行為 起碼政府部門 和所有的公營部門 都在我們吃飯 飲宴那裡之後 就一定是不可以吃 即是不會食而遲 也都不會放在菜單裡面 好 那聖母玫瑰書院的 OLR067同學 你的曲子很長 就想問張先生 我們有時候都會說 綠色消費 在概念上 綠色消費 等不等於可持續消費 其實綠色消費 就是針對於產品本身 即是說 其實產品是否一種綠色產品 因為其實這個概念 也是很重要 因為始終來說 人來自我坦白 雄先生所說的 人需要消費 問題是你選擇什麼產品 來消費 所以如果你懂得去選擇 那些產品是綠色的話 那這樣東西 除了能夠幫助到可持續發展之外 亦都就是說 其實對於整個綠色經濟 其實都帶來一個動力 因為剛才 洪先生也說過 其實始終是需要有一個經濟的模式 在實行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忽略了 各有些研究說 香港其實在綠色經濟方面 的工作和消費 是相對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說 香港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海鮮展 在會展進行 我自己也走去走過 但問題是走到哪裡來講 很多的產品 其實都在外國想進來香港 但是他們偏偏 就是可持續的產品不多 這次特別是說海鮮類 食物類 為什麼呢 就是說 他其實都是看回 究竟香港人有沒有這個需求 是表現出來 然後他就把這些產品引入到香港 所以是一個公和求的問題 如果消費者 不只有一種生活的態度 令到他們覺得 在香港是有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就會將這些 有限的消費的綠色產品 就會去到別處 你覺得以後沒有 我又不知道 你就不會去找 所以這個我覺得 生活態度的改變 才能夠令到那個公求 是會多些走來香港 這樣才是重要的 其實我也想補充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消費習慣的 一個需要提醒 我們經常都很希望方便 很希望快 其實方便和快 有時就會不懂得去 用時間去選擇 其實我們要留意 我想你只要浪費多點時間 看看標籤 浪費多點時間 看看一些產品 你就會知道有些產品 很明顯是不環保的 如果能夠稍稍時間 其實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譬如剛才所說 我們看一些標籤 是否主要都是在衣著上面 還是都有其他方面 我想食品也很多 其實基本上 當然大家有時候 退到這個討論 就會更加深層次 很多不同的 我們叫做綠色的標籤 哪些是真綠色 哪些是淺綠色 哪些是深綠色 哪些是深綠色 多些綠色的標籤 資訊給大家 甚至乎 有些外國的經驗 有些我們叫做 碳排放的資訊 即是說 那個產品 除了價錢之外 上面是價錢 下面就是 它究竟在製造過程中 運送過程中 生產了多少二樣化碳 影響一個環境 有多一個標籤給你選擇 但現在香港還沒有 所以我們的生活態度 要改變就是說 我們去追求 還有很多時候可以問的 很多時候 作為消費者 你們可以問 問那個究竟 在零售商 知道多些他們的產品 然後再作出考慮 因為也都令到他們覺得 原來客人 是對這方面有需求 和想知道的話 我又會找多些這些東西 來滿足客人的需求 所以是一個循環來的 所以不要以為 一個小的一步 但是將來 集合香港 七八萬人的力量 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作為消費者 都要走出那一步了 龐先生 有同學有問題 就是東華三院 盧鋼廷紀念中學5A班 是不是16號 這個同學 他就說 如果在香港 大力地推廣 可持續消費 遇到的阻力 主要會是哪些方面 你覺得 我會覺得是 幾方面合作 去達成這個效果 好像剛才 張先生和紅博士都提到 不可能是由 純粹消費者 自覺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商家又怎樣呢 或者政府的角色又怎樣呢 我覺得這個 會是最大的阻力 因為我們一直過去 合作的經驗 都不是很充分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可以在這方面 做多些功夫 譬如剛才說到 張先生說到 很多的認證 安排 首先 消費者 會不會可以 先先得到多些資訊呢 政府可不可以透過 一些法例上去 令到生產商要提供資訊呢 當一切都有了 我們肯不肯去幫忙呢 還是還是 繼續回儀償的消費模式呢 所以我覺得 其實是一個 這樣的良性的互動 出現才會達成那個效果 否則阻力 只是靠任何一方 單方去做 都會是很大的 好 那馬上有同學追問 關於剛才我們提到二手物品 因為其實他自己本身都很關注環保議題 就是 順德聯儀會擁有中學的貝多芬同學 貝多芬同學 就問一下龐先生 你去問朋友 譬如拿了二手物品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隱身問題 譬如衛生問題 其實大家都會很興奮 那你的做法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 首先 很多時候我們 處理這個可持續生活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 年輕人 都會很快就會 想到一個問題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習慣 有它的好處 但也有它的限制 都成為了一個阻力 其實這個問題都很簡單 很正常 就是你捐一些衣服之前 其實你都會很自覺去洗了線 而不會是 今天穿完 除了它就拿去捐 都不會這樣做 所以其實 這個問題本身我覺得 更加有趣的是 反映了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有一種無力感 有一種覺得 唉 沒有辦法的 所以一想 我們就想到一個困難 和問題 而不是說 好啊 不如就立刻做 然後可能遇到問題 再想方法解決 我覺得這個問題 可能是反映了我們 青年人都有一種 對於這麼多垃圾 這麼多消費的問題 有種無力感 反而我鼓勵大家 不如第一個反應 不是覺得很難 而是不如先嘗試 好 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有人說 香港是一個過度消費的城市 為什麼有些人會這樣說呢 張先生 其實我想都不只是說 其實是數據都很支持的 當然有不同的數據 譬如剛才熊博士說 譬如說 我們用了很多個地球 但是我們自己本會 都有做一些研究 我們就用一些 究竟地球人 用了多少地球可在生的 循環的資源 譬如說我們所 譬如說衣食住行 用很多循環資源 譬如你吃的肉類 譬如說吃的海鮮 用的木材 這些全部都是 我們發覺 其實如果全世界的人 都跟香港人的生活模式的話 我們是需要3.9個地球 3.9個地球 你也知道 其實現在基本上 雖然人類都在開拓 希望將來有另一些地球 可以讓我們移居 但問題是 始終來講 現在還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所以我們怎麼能夠 在這個地球的空間裡面 大家能夠生活到呢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其實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 其實我們地球本身 其實那個整個生態系統 它是可以自我修復的 就是說如果你用了一定的能源 一定的資源 可循環的資源之後 它是可以自己又會再生長出來 讓你再用 就好像一個銀行戶口 你可以放一些本金下去 它有利息的 如果你用一些利息去生活 是夠的話 沒問題的 它會不斷有利息給你 但是如果你試想一下 你用的消費是超過了利息的話 吃了在本金上 那會怎樣 就會越來越沒有利息 到最後來說 就很大件事了 現在我們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我很記得曾經何時 當地球超過70億人的時候 我在幾年前接受過一次訪問 但是基本上我之後都不接受訪問 因為其實再問下去 都是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地球只會一路越來越多人 問題會越來越負面 但是問題是在於地球多人之後 我們怎樣去解決呢 那是否譬如聯合國說 你吃一些昆蟲 昆蟲就可以了 那真的有人在吃昆蟲 問題就是說很多東西 是我們需要去開發 以及要去改變的生活態度 但是由大家的衣食住行 這個東西先開始 因為千萬不要好像 剛才我們擔心的一樣東西 有無力感 因為其實你在座那麼多朋友 其實已經是 已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力量